九点新闻 对您关注的是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贪污的案件 第三次击押亭出现大逆转 遭法官裁定收押禁件 经过四个小时简便的激烈攻防 法官认定郑文灿有逃亡串政之余 因为郑文灿他在5号上午应讯之前 透过手机传讯息给秘书 内容跟应讯时答辩方向相同 可见他是有管道可以得知侦办的方向 而且基于屈及避凶的人性 以郑文灿的政商人脉跟资历 是具有更高的逃逆能力 因此最后裁定收押禁件 不过辩护律师团也立刻证写抗告书 目前已经送达桃园地约 面无表情紧紧皱着眉头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三度踏进桃园地方法院开机押庭 经过四小时激烈的遭风出现大逆转 法官裁定郑文灿收押禁件 结束停讯 检察官面对媒体追问没有回应 不过律师团不出地院标签严肃 强调将会再抗告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胎案 经过简变激烈攻防 第三次击押体有了不同结果 而这回大逆转的关键点 就在法官认为 郑文灿犯罪行业重大 有逃亡及创政之余 逃亡部分因为涉犯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 认定郑文灿具有相当政商人脉和资历 具有更高逃逆能力 创政部分郑文灿被发现 7月5日应讯前的上午 由赖通讯软体传送讯息给秘书 内容与被告应讯时 达变方向相同 可见郑文灿在应讯之前 早有管道得知检察官的真本内容 六天内三度召开家庭 第一次法官裁定500万元招保 检方当庭抗告且抗告成功 第二次双方再战 裁定1200万元招保 检察官对结果不满意 活速再将抗告证证送往高等法院 而高等法院二度更差 11号傍晚6点多确定收押警戒 结果一出炉 郑文灿马上被押上警备车 送往看守所 律师团也不放弃 晚间9点就准备好抗告书跟卷证 马上送往桃园抵约 有没有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抗告的理由是什么 三度开家庭结果逆转 招保梦碎收押警戒 郑文灿T1风暴持续 就怕还有更多涉案人 接着综合报道